大家好听歌 今天3月3号我们来看 有哪三者科技五报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我看第一者 MWC世界通讯大会 现在其实在西班牙刚刚结束 目前他们有评年度的最佳手机 最佳的知识手机 得主是谁呢 我先讲他这个奖项其实是 有分析师记者还有影响力的一些 专业的权威人士组成的一个评审团队 根据他们得奖名单 他这次有五支手机有入围 包含苹果的iPhone 14 Pro 三星折列机Galaxy Z Fold 4 然后旗舰的三星的旗舰机 去年的S22 Ultra 还有Google的Pixel 7 Pro 然后还有英国的新创品牌 就Nothing Phone 这些我们都有开箱过 最终评选出来的结果 是由苹果的iPhone 14 Pro 获得最佳的知识型手机 蛮厉害的 我先讲一下 这个是今年的 在2022年是谁呢 苹果的iPhone 13 Pro Max 2021年是三星的S21 Ultra 那2020年是一家手机 叫OnePlus 7T Pro 所以它选出来的 应该都是大家还蛮关注 而且很多人在使用的 尤其是这次的三星S23 Ultra 卖得蛮好的 我们家的手机壳也是 那个我们采购说 奇怪怎么卖得这么多 那表示它这次销量是真的很不错 好我们讲第二则之前的 捷身通信 他们有活动就是3月1号到3月31号 然后能只要持以下手机品牌到捷身通信 有Vivo HTC或Realme 就送200元的偏购物金 而且第二个还可以享受免费服务 手机清洁手机见证 然后还可以抽好力 哎呦还不错 那他们本周的手机的优惠活动是 三星的A14只要4690元 A14哇很便宜哦 然后三星的A53 8GB的仍加26GB的储存空间 只要9690元 然后iPhone 13 128GB只要2994元 大家有兴趣的话 给到捷身通信看 我们看第二则 有新的消息爆料说 iPhone 15 Pro系列两款高阶机 确定会敢用Type-C的接口 但是你也知道苹果他们会竟然专门设计一个 适用于Lining跟Type-C接口的一个晶片 也就是说在今年新iPhone MFI的认证产品里面会来做一个采用 对于没有取得MFI认证产品 他可能会限制你数据传输跟充电速度 这样很母汤 那怎么说呢 外媒他们就报道说 由于MFI的认证收入 对于苹果来说是一个重要来源 所以越来越多的新用户认为 新的iPhone用Type-C的接口 那这个推特他们就爆料说 其实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是Type-C 它还是要用MFI认证 富士康也正大规模在生产 符合MFI认证的 AirPods的耳机 跟USB-C的传输线的这些配件 然后不过呢 他是说由于第三方的MFI的产品 会比苹果官方便宜 也就是说苹果很有可能 会对于没有MFI的认证传输线 会限制传输的数据跟充电速度 但是它的传输线 还是会跟Enjoy的其他的设备会做一个相容 因为快充的原理都是PD协议 好啦我们觉得到时候还是要等到时候 发表会才会真的知道 不过这也合理啦 因为MFI真的是苹果 很重要一个收入 因为像我们家有做MFI的传输线 那一样 因为你只要有MFI的认证 你就是要付钱嘛 对不对 第三者 来轻松一点的 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足球巨星梅西嘛 他带领了阿根廷 在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获得了冠军 然后他就为了感谢所有 阿根廷的国家队的队友 他花了17万5千英镑 折了台币 643万元 委托了一家定制公司 打造了35支的24K金的iPhone 送给全队 而且上面还有刻上 那个氏族冠军的字样 同时还把各自的姓名 然后背号都把它刻上去 就成为真的是最有价值的 专属的纪念礼物 那这消息被一个英国的外媒掌握 负责制作公司的执行长 就在他们的脸书就说 没有错啦 这就是MFI要送给他们的大礼 然后像媒体表示说 这一款的iPhone X Pro设计是 梅西跟他们讨论了一起设计完成的 梅西说想要做一点特别的表示 来庆祝更感谢 骄傲的一个食客站 哇超棒的 你去当梅西的那个 哪个啦 去当他同 那个队员 你说我现在去踢足球是不是 哇 欸很 我现在都几岁了 叫我踢足球 但这个我会拿出来会金光闪闪 我是有点不敢拿出来 我是比较 钦佩他一口就可以拿出那么多钱 他赚很多钱 好不好 他真的赚很多钱 好啦 真的 梅西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队员 而且你看他对大家其实都非常好 而且他做了很多的闪事 好 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影片 明天礼拜六 有很多人在我上了教学影片以后 就说 Tim哥你可以不可以教一下 那个iPhone基本技巧的拍照 我教真的不行 但我去找一个老师来教大家 所以明天晚上影片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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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